那我一開始先這樣講 我們現在講開放硬體 可是我今天講的這個部分 實際上有一個範疇的劃分 我先把這個開放硬體先做簡單的劃分 一開始是走這種機械跟電子的 機械部分跟電子部分 那機械部分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可能會跟3D電影或機構設計比較有關 可是我這次可能就不要掃盤這一塊 會全部專注在電子的這個方面 那就算電子的部分實際上還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晶片類的 那另外一個是屬於這個晶片外的 那除了晶片類跟晶片外之外 實際上晶片是屬於電路的開放 電路開放又分兩個層面 一個是屬於邏輯功效 也就是大概只要知道一個等效電路的一個開放 另外一種是很細的開放 開放到它的部線它的角度它的長度都JL的 這種是叫做部線的開放 所以實際上還在分成兩個層面兩個層面 就是晶片內跟外 都還有分電路圖跟布線圖 那其實我們今天在外面 所謂的Maker Fair的話 大部分大家在實作 因為晶片類的部分比較專業 尤其像這個布線圖的地方 大概都是緊沿著那個晶片廠 一般人實際上碰不到 那電路的部分 電路圖的部分 晶片類的話 其實有一些大專院校在做 或比較專業的人在做 一般的Maker目前也比較少碰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部分 是著重在左邊這兩個 就是晶片外的電路圖 跟晶片外的布線圖 尤其是電路圖部分是最重要的 好 那 接下來的話 實際上要看這一張 我們雖然講開放硬體 那實際上很多 大家在談的時候 都會談兩個東西 常聽到名字 一個叫Arduino或Arduino 另外一個叫Racerberry Pi 樹莓派 直接講簡稱的話 大概就叫RPI RPI 這兩個東西是目前最熱的 他們大概熱到什麼程度 我自己就在3月份的時候 做了一個Google Chain的那個 關鍵字的那個搜尋分析 那實際上Arduino這個東西 實際上是2005年才出來的 那Racerberry Pi RPI的話大概是2012年 大概就是4年前左右 那這兩個東西來看的話 Arduino還是比較熱門的 大概從2005有一天展露 然後到後來這樣子 它大概佔的關注度是24% 那Racerberry Pi 比較後期出來 所以它大概是17 可是它後來 也有幾個尖峰 算蠻重要的 那大家也知道 所謂現在很多新創業者 或是新的硬體發展的人 喜歡去這個群眾募資 所以Keystarter去募資自己的案子 那有另外一個對應的網站 叫Keystrack 那這個網站實際上 是把群眾募資過去已經 結案的一些資料 做統整 做統計方面的 大家可以去那邊撈 去了解一下 目前大家都是投什麼樣子 那這邊來看的話 有跟Arduino有關的 Arduino有關的 募資已經有241件 那跟Racerberry Pi RPI有關的 163件 所以這是目前來講 開放硬體最熱門的兩個專案 也就是Arduino跟Racerberry Pi 好那其實 為什麼Arduino跟Racerberry Pi會紅 其實有跟這個開放硬體相關的東西 或是功效價值跟定位一樣的 不是只有他們自己 其實還有其他對手 那為什麼對手會輸給這兩個東西 我大概在這邊講兩個 在Arduino還沒出來之前 有一個東西叫Basic Step 就是中間第二個這個東西 它的定位跟Arduino其實一模一樣 可是它有一個重點 而且比Arduino早10年就開始做 可是它沒有開放 而且價格很貴 所以後來Arduino一出來之後 因為它開放又便宜 這個Basic Step 雖然早它經營10年也是一樣 市場是被Arduino搶走的 Basic Step 現在還有但是不熱門了 那另外一個是跟這個Racerberry Pi 幾乎是同步出道 或是甚至早半年出來的 這個東西叫做Beggobong Beggobong的話 實際上跟Racerberry Pi非常的像 可是為什麼最後是Racerberry Pi紅 不是Beggobong 因為Racerberry Pi它走開放而且很便宜 可是這個Beggobong大概70-80美元以上 就變成同樣的東西 大家沒有必要去挑比較貴的 大家都喜歡用Rpi 所以Beggobong等於是 雖然早上半年出來 還是提前被 就現在來講已經變得很視為 在一些性創的場合 很少看到Beggobong 偶爾談到而已 好 那再來是這樣子 因為我這次演講 實際上就是說說 各位想要學開放硬體的時候 怎麼樣的路徑走是比較好的 那其實開通民意第一個就直接講 無論你怎樣 第一個先學這個Arduino 所以我這邊就直接寫Arduino First 也就是這篇電路版 這邊我們喜歡講的就是Arduino Uno 或叫R3版 是第三版的Uno電路版 學這個是 我認為說開放硬體最入門 一定要先學這個 那我這麼說 實際上沒有我的理由 第一個實際上它 比較便宜簡單 一片大概300、500 最貴大概800塊就有了 便宜簡單 是我對它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說 除非說你做的 每一個產品的創作 是沒有用到感測器 沒有用到燈號 沒有用到馬達 那沒關係 你可以不用Arduino 可是如果你有用到感測器 馬達、燈號 你還是要學這個Arduino 這個是最基本的 除非你沒有 所以應該都是要的 第三個是因為它有太多的範地程式 跟範地電路可以用 然後還有所謂很多現成的 序的可以用 什麼是序的 序的是盾牌對不對 這是它這個領域的一個代稱 實際上就是一些小的介面卡 大家可以看到這片 實際上是Arduino的主板 主機板 但是上面可以一直疊上去 很多小片小片的 各種不同功能電路版 我們在Arduino世界裡頭 把這東西稱為序的 因為它 現成可以用的序的非常多 所以變成說 還有範地程式很多 範地電路很多 所以我會比較支持一起頭 學這個是比較好的 第四個實際上是什麼情形 其實市面上目前很多 都已經在講說 我的東西像用Arduino 那希望你最好一起頭就學我 可是就用我的東西 學我的東西用我的東西 但其實我不建議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這些像用開發版 它的所有功能 一定都比這Arduino更強大 但是會增加你學習的負荷 因為你一開始 你要學的東西就變多 你會比較有壓力 另外一件事情 它雖然說是香榮 但是我自己看的結果 很少能夠做到百分之百香榮 可能有時候電力差一點 或有時候韓式庫稍微不一樣 所以你變學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落差 我不建議一起頭 就學香榮版 也是在這邊 再來 我們剛才既然提了兩個 一個是Racerberry Pie 一個是Arduino 那為什麼 我不建議直接 先學Racerberry Pie 其實也有幾點 第一個是Racerberry Pie 它比較像是一個完整的 小型的便宜電腦 你可以從頭到尾 不接燈號 不接感測器 它也可以拿來用 當然你就已經用了愉快 它比較像是一個 電腦系統的學習應用 從頭到尾 你不需要去接電路也可以玩 第二個重點是 Racerberry Pie還是貴一點 大概35美元 台灣的話 大概賣1600-1800左右 但是Arduino比較便宜 5800就可以起頭 然後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Racerberry Pie 買回來器上 你還配套買很多東西 你一定要一個HDMI螢幕給它 至少一個鍵盤滑速給它 你Racerberry Pie才能用 可是你的Arduino不一樣 Arduino你要接台PC 大概什麼事情 全部都解決 第四跟第五也是一樣 Racerberry Pie 因為它沒有那個 類比數位轉換器 我們簡稱ADC 那很多的那些控制電路需要 通過感測電路需要用ADC 但是Racerberry Pie沒有 那Racerberry Pie還有一個重點 它雖然有所謂的賣官條片 PWM 可是PWM可是軟體的 如果你在講求用電的情況下 它可能會比較耗電 而且它可能比較不精準 那最後一個是Racerberry Pie 它的接腳比較多 可以到27PIN 40PIN以上 那你接腳多 你學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荒萬分雜 可是Arduino接腳比較少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先從Arduino開始 不要從Racerberry Pie開始 好 那如果大家一切是 先從這個Arduino First之後 接下來第二步第三步怎麼走 我這邊也做了一個簡單的規劃 其實就是先從最左上角 這個1.0Arduino開始學 等你學得差不多之後 我們講這個是Arduino Uno R3這個電路版 學得差不多之後 你大概有三個方向可以擴展 第一個是走這個1.5A 我編號這個 叫做Arduino Family 也就是一樣是官方Arduino 可是它是其他的版卡的 比如說是Arduino Mega 2560 它的硬體規格支援更多一點 你可以做更多發揮 那或者說你可以學Arduino DUE 它的運算效能再更強 你可以做更多複雜運算 或是有時候Zero、Zero Plus 都是這樣 或者你可以使用這個Arduino雲 YUN 或是Arduino TM 這個是一張就是漢字的雲跟天 真的是這個字 那它的東西就比較可以連上 Internet 你可以做更多有關物聯網的應用 或者說你是要做穿戴式電子的話 他們有一個叫Lilipay系列 這個就是屬於延伸 你已經把基本功的Arduino學完之後 1.5A的部分大家可以學這個延伸 或者說我不想再繼續走Arduino原廠的 我想走一些更強大更延伸的 但不是原廠的 有沒有 有 我這邊就寫個1.5B 也就是所謂Arduino compatible 他們宣稱相容 有部分是真的通過認證相容 另外一部分是自己宣稱相容 但不管怎樣 我都覺得他們那個相容度還是有差 可是因為它比較強大 有些人會喜歡去用它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大家隨意知道 Intel的Galiria 就是潛力略 第二個是Intel的Edison 艾迪森 第三個是Intel的Curie Gurie Gurie夫人的Gurie 然後它的板子叫Arduino A101 其他像台灣有所謂的聯巴克的Media 那個MediaTek的LinkyOne LinkySmart Duo 那台灣瑞育科技還有一個叫做Amibar 或者說有一個叫上海 大陸上海那邊有個熱心 叫EpressEve 它有出一個ESP826 這些東西或多或少 都有一個Arduino的開發界面相容 或是街角相容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建議 如果你基本功學完之後 你可以選1.5A 你可以選1.5B 就看你自己要哪一個方向 那除了這兩個延伸出來 還有第三個就是說 我往更高效能更高規格 更多運算路子走 那我們就走2.0 那你就進入所謂有數媒派 Rest survey派這個境界 如果你真的也把數媒派學通了 全部都差不多了 在下一步的話 可以去學這個2.5 我們把那個英文你就直接打 Rest survey派 Alternative 實際上就替換板 那這些板子的話 實際上都強調 比Rest survey派更強悍 可是軟體不見得相容 那這些板子也非常多 我覺得要主演 比如說BananaPi 或是NeroPC什麼的 那其實這個地方已經算可以要學不學 因為它有個麻煩 它的軟體不見得相容Rest survey派 可是Rest survey派很大一個資產 是軟體的那個資產 所以我覺得學到2.0就差不多了 那2.5就看 各位就覺得想要在記憶部學 可以往2.5走 這個是學習路徑的一個建議 好 接下來我再練一些比較 那個更詳整的學習步驟 因為大家學這個東西 多多少少 它的圓中 對一些電子電器本科來講 它就是學個叫基底電路應用 基底電路實習 或是叫微控制器控制 那最基本一定要學會這個叫GBIO 也就是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基本用途的 或是一般用途的輸出輸入 你可以學會這個接腳之後呢 去驅動你的那個燈光 就LED 或是說你可以去接收一個按鈕的那個狀態 這個是最基本的 甚至要拿去控制LCD之類的 然後你幾乎要學這個麥寬條片 麥寬條片才能透過它去調整那個燈光亮度 或者是加熱器的那個熱度 實際上是通過PDAVAN去調的 那第三個是ADC ADC大家就會做一些感測 溫度濕度的感測 甚至加速度 任何感測器 很多會透過這個ADC 這個是最基本 如果你學MCU最基本功 一定要把這一關摸過去 第二步 開始學一些介面 第一個就是UART介面 然後I2C介面 SDI介面 這三個一定必學 Arduino這三個都有 然後更後面如果你多多益散 你願意再學其他的 有所謂OneWire SD 更多更多的晶片間的介面 可以再學 但是這個我們把它算第二步 第一步過完之後 第二步是學這個 第三個就開始學一些 比較無線應用感測 大家這些名詞 就漸漸不要聽得到 RFID 就是我有個卡 我靠近可以感應 感應什麼數字之類的 或者是NMC NMC現在也很紅 然後有隨GPS GPS我可以偵測到 我現在所處的座標位置 我現在定位多少晶多多少緯度 這個算是我們要學的第三步 到這一步已經開始變比較繁雜 我記得要越講會越繁雜 像我們光講NFC的話 大家現在講說 iPhone有NFC、NFC 但實際上NFC它有三個功能 第一個是NFC Tag 就是標籤 就是你看到一個海報上有NFC 你感應它 可以知道它的URL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NFC感應 立刻去開一個手機的APP 你就不用滑來滑去 才按一個APP 實際上一感應 那個APP就立刻啟動 或者是說 我用NFC感應你的明信片 我就不用真的手地明信片 這三個東西 通通成為NFC的Tag 第二個是NFC的P2P 就是我傳檔案給你 就是 我現在有首歌 我用NFC對NFC傳給你 或是我一個照片 我現在傳給你 那第三個就是 NFC Card Emulation Card Emulation 這個卡是什麼卡 實際上就是你的信用卡 現在很多信用卡是不用刷的 是靠感應的 實際上就是這個地方 用NFC去模擬一張感應的信用卡 iPhone說穿了 就只有做這個動作 iPhone沒有前面兩個動作 第三步我們就學所謂RFID NFC跟GPS 再來要學什麼 再一下就越來越複雜 也就是所謂USB、Wi-Fi GPS 大概也包含3G、4G跟Bluetooth 那要學到這一關的時候 就比較麻煩 你必須有一些網路概論的概念了 因為你沒有網路概論的概念 接下來就很難去嘲諷它 那USB的部分 你可以接一個USB的攝影機 USB的隨身碟 然後如何去讀寫隨身碟 如何讓攝影機拍到畫面 是拍一張或是整個整整 然後串出來 這個就再複雜 然後Wi-Fi部分也是要學 所謂SPA Mode、AP Mode 然後Wi-Fi更後面應用 Wi-Fi Direct Wi-Fi Mirror Pass Wi-Fi Aware Wi-Fi的東西就變了很多很多 這樣一步一步往後學 那藍牙部分也是很複雜 我們有所謂的Bluetooth Classic 就是經典古典這個版本 跟所謂的Low Energy 低能源低功耗這個版本 就已經分成經典版 跟所謂的低能源版 那你這些都學完之後呢 最後我就會建議你的系統 可以跟其他系統連了 這個系統是什麼 可能是你的個人電腦 可能是區域網路另外一個裝置 可能你要連上網頁 或是連上雲端 或者你連上手機的應用程式 APP 那為什麼把這個放到最後 因為它的東西 用比網路的東西再複雜 你等於是跟另外一個系統 在做溝通了 那這時候你要學的東西 就你必須了解另外一個系統 怎麼運作 甚至你必須在 你原本的Arduino Racebook API系統之外 再去做另外一種開發 去做手機的APP開發 去做雲端上的應用程式開發 所以我把這部 列在最後一部的原因 也在這邊 因為它已經弄到最複雜了 大概學完這些 大概就已經是做一個完整的歷練 那我這邊也在舉一個是以RPI 就是Racebook API的例子 如果大家對Racebook API有興趣想學的話 一步一步怎麼學 比較不會走越忘路 第一個大概就是如何安裝設定這台RPI 那第二步呢 你可以把它存當媒體播放器 放音樂啊 或是看影片 這樣來用 就好了 這是最基本的用 第三步就是把它安裝一個比較桌上型 就跟Windows很像是做的系統 安裝完之後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開你的Office 開你的Web browser 開你的PDF檔 這個大概就是第三步 然後其實因為Racebook API 雖然可以跑Windows 10 可是它是特別版本 一般來講它跑的是Linux 然後它有一個官方版叫Racebook 那麼其實是用DBN去改過來了 那以這個作業系統來玩的話 你就會把它當成一個完整獨立的 另外一種Windows電腦來使用 那到這一步的下一步就是 開始做很多 因為Linux很適合做一些Internet應用 你開始可以拿來做FTP Server 做Web Server 就拿你的Racebook API來做 然後最後最重要就是說 如果我真的要拿Racebook API 去接一個馬達 接一個燈泡 接一個溫濕度感測器 怎麼做 它實際上也有所謂GBIO接角 可是你必須學會Python這種程式語言 去控制它 那這裡頭就是 上面就是它的接角 大家可以看到有40隻 就比Arduino複雜 但是你要如何拉出你需要的線 然後去連你的燈號 連你的感測器 就透過這40個接角去拉 那這些都學完之後 但是最後你還是要讓這東西跟雲端互動 跟你的個人電腦 或是跟你的去網路互動 大家學到這一步 Racebook API 所有的學習歷程 你們大家就已經亂過一輪了 好 那我最後實際上再分享我自己個人一些心得 大概有六點 如果大家對學習開放硬體有興趣的話 這六個是我個人走過來的一些 算是小小心得分享 第一個大家不要想就是說 你去找市面上的書 然後一本就是 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 我就會全部都弄懂 實際上我看過太多的書 都無法做到這種事情 包含我自己學習的過程也做不到 所以你要求有一本書 或一個課程可以瀑布式學習 直接弄懂一切很難 然後它也很難在書裡頭 你有一些誤會 有一些陷阱 它也很難在事實的時候去提醒你 所以你不容易找到這頁書 那你只能怎麼學 你只能一直東開一本西開一本 甚至你這本看了一個章 這本看了一個章 然後你必須繞了四五次之後 你才能把一些東西學紮實 這是沒有辦法 到目前我覺得都還是要這樣子 可是有些東西就是你要零星學 然後記下來再去做對應 這樣的話你學起來才比較快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去一些維基網站 像這個inix wiki 跟這個c studio wiki 這種你就可以很快 你已經學一篇小文章 然後得到一些小落號 然後很快跳到零碎的另外地方來學 我發現這樣子學 會總比你挑一本書 從樓學到尾 其實收穫會更多 但這樣學感覺是沒什麼效率 可是我覺得這樣學 反而才是紮實 好第二個就是所謂的EE不於於 這是我自己學電子電機 後來發現的一些問題 就是實際上不同的晶片廠商 他們用詞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一開始 如果你不會出零碎弄的話 所以你一開始就覺得說 什麼東西好像不太對 我這邊就舉個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就把它標黃色的 試想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邊寫個mcl mcl它的權益是master clear 那master clear 大家在學電子電機的時候 什麼是master clear 我自己都很少聽過 說穿的它就是什麼東西 我這邊就有寫個reset reset有時候又喜歡剪寫成RST 他說穿的就是重新開機的意思 那你跟我講mclr的reset 我根本不曉得 我是不斷研究才知道 這兩個是同樣的意思 可是又有不同的廠商 它又有不同的名字 又有不同的縮寫 說穿的無論你叫RST 無論你叫reset 無論你叫mclr或master clear 都是同一個意思 那所以你必然說 弄到最後 你必須不斷的出雷旁空 才能了解它要講什麼 那我這邊也有寫到 如果它是寫OSC 或者Solator 1 或者Solator 2 Solator 2 Solator 2 它就等同XPL Crystal 1 Crystal 2 意思一樣 但是不同的廠商 它名字就是給你亂 它有各自一套自己的編法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說Arduino Arduino我提到有個序的 一片一片的介面版 那說穿的 我這邊有寫個序的 Arduino還有一個很特別 它應用程式 它不叫application 它叫sketch 就是一個一個的旁那個體系 它有自己的專有名詞 因為你學完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 其實它等同於什麼什麼什麼 那不是只有開放引體是這個問題 實際上大家用的軟體多多少少 也有這樣子 軟體有時候 我們會叫plug-in 外掛程式 那有時候叫add-up 有時候叫extension 說出來三個東西都同一個東西 只是這個公司它喜歡叫extension 那一家喜歡叫add-up 那或者說有一些軟體它可以換介面 我們喜歡把它叫skin 換皮膚 那有的公司不是 它講說這個會叫主題 simi 有的公司說這個叫template 叫範本 那說穿的就是換那個皮而已 沒有差 然後 所以說你不同的名詞 說穿的指的意思可能是同樣的 所以你不斷出了一個旁通 另外有時候 同一個名詞 它的意思是不一樣 我這邊舉個例子 叫rtc realtight clock realtight clock 我後來覺得說 就是算真正世界上的時間年月這個 後來發現realtight clock 在不同的經典 不同的描述的時候 你不看前後續啊 那個realtight clock意思是不同的 就變成說你會容易產生誤會 那這個也是個陷阱 可能提醒大家 第二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不要覺得可以學完所有感測器 我這邊列還算是列的少 大概可能有兩三百種感測器 微控制器的話 你大概學到四種二十種 你就會發現外面不如其中 說穿的都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就是說不要認為會學完所有感測器 你學到十個二十個大家就可以停下來了 然後你歸納整理所有感測器 傳給MCU的那個動作都差不多 那感測器只是把外面的物理性的信號傳到MCU裡頭 那如果你有什麼東西還要再去做驅動跟操控的時候呢 紅色這個部分 它就是屬於什麼磁黃開關水銀開關計電器電晶體這些 這些都屬於自動器或驅動器 它又是另外一邊 那這個東西也是非常非常多 你也不要認為會喜歡它 你大概只要會似乎種 大概就差不多了 好 再來就是這個實際上有時候碰到 比較笨得學的人 他實際上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大家算很聰明 都可以了解 有時候看外觀啊 實際上你在學電路的時候 要更了解是它的本質結構是什麼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電阻 然後下面這個是個燈號 也就是LED 那這個電阻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叫排阻大家有沒有聽過 可是這個排阻說出來 它就是一堆電阻組合起來的 那你講說怎麼組合我看不太出來 但是你看電路就可以知道 如果是電阻的話就是一條線而已 那排阻的話它是共接一個一號線的 所以那個有白點的部分就是一號線 其他部分它是很多個電阻 可是有的人他看不懂 他以為說這個都一根的東西 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他說算是同一種東西 那燈號也是一樣 LED燈號另外一種變種 就叫七段顯示器 大家可以看到 就中間寫個一二三十六七 每一段每一段 這樣子我們把它叫七段顯示器 它是每一小段就是一個燈號 所以它是這樣做出來的 然後它有所謂的供陽或供應 做出來就是接地 或是接那個電源的時候 是哪一邊共通而已 但是還有一種東西是這樣 是像矩陣一樣 大家常看到一些自動慢慢就有跑把燈 那實際上大家看到每一個圓孔 就是一個燈號去構成的 所以結構上看起來不一樣 可是本質上都是一樣的 那你只要懂一個就會懂得驅動它 就像我們現在滑鼠上面是有按鈕 那我們的筆電上有鍵盤 說當然鍵盤就是很多個按鈕去構成的 構成矩陣狀 但是看你怎麼去驅動跟操控它 好 再來就是比較在細一點的 這個就講到稍微專業 因為Arduino它是一個高度包裝後 讓你覺得很簡單去使用 很快就可以建立成就感 然後很愉悅喔 我把一個燈號弄動了 我把一個聲音發出來了 很高興 但實際上你除了 因為它是把它包得很完整 我們把它包著這一層叫抽象層 那如果你學學有專精之後 我建議你去看索抽象層底下的一些東西 對你以後發展再紮功力會更好 像我這邊就講一個 Arduino已經高度包裝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拆它的包裝 第一個Arduino它不讓你用開門口計時器 那你講說我現在有些人嚴格應用需要用 那你就必須去拆它的抽象層去了解 然後它也不讓你用外部解鎖中斷 它也不讓你用 不曉得你現在在用什麼中斷向量 它也不讓你知道你現在設對解位置 它也不讓你去調整PW頻率 那這些東西說穿了因為都是比較professional在用的東西 它都先把你蓋掉 可是你做到有一天的時候 你終究還是要回來面對這個比較困難的問題 它現在只把你包起來而已 那你需要差不多的時候要回頭還是要面對這些 這些都算是比較苦工的 那另外一個我也是建議別人就是說 說穿了你還要熱忱 然後就像我們剛才講 你必須零零星星記很多片段 最後把它抖起來 然後主要抖起來就是做對應 你這樣才會學得好 另外另外一個就是 它還其實數位邏輯的東西很大一個程度 不是物理層面的學問 是社會邏輯層面的學問 所以它會設計成這樣 會設計成這樣 實際上都是為了解決某個問題 那你去了解它這個設計的動機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你在了解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 然後我自己在學的時候我就有這個看法 就是其實現在的東西已經做得非常完善了 可是如果你不了解它為什麼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我就會去翻過去一些在圖書館裡頭的教會書 所以以前的回公司晶片有所謂Z80跟6502 這種過去比較經典的 老實講我一次都沒有碰過這種晶片 我也沒有實際做過 但我只有把它書拿出來K 我就會了解說其實今天設計成這樣 是以前到底有多痛苦 以前沒有所謂自以敬畏 你必須手動敬畏 那你就會了解說 其實有了這個自動敬畏到底有多好 那接下來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就算舊的這些東西看起來已經過時不能用 我發現有在一些小問題的時候 或是很難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把那些概念轉移過來 還是很多東西是很受用的 然後這邊就是舊的晶片實際上很多包覆指令 就是我剛才提到所謂用手動方式敬畏 你挪用到現在來講還是很好用 然後還有一些是環用的小技巧 我發現很多的這種MCU或開放硬體的教科書 現在是越講越簡單 可是有些東西說穿了 偶爾你還會發現啊 你把它學起來會很好用 偶爾才會透露給你 比如說這個軟體或硬體的彈跳消除 我以前舊的書可以看得到 現在的書幾乎不提這個 可是我發現現在還是有這個問題 還是有需要用 所以去發現救出還是有它的好處 然後最後我會發現啊 其實電子電機的東西 聽好像做完就很簡單 但我最近剛好在翻譯一篇 那個電子電機的文章 我才覺得很好玩 因為一般來講 大家也有做過那個鍵盤跟 按鈕跟鍵盤 如果你要做一個四顆按鈕的鍵盤 實際上你是用四條線 兩條橫的兩條直的 那你今天要做九個按鈕鍵盤 你是用三條直的 三條橫的 就是你去構成那個矩陣 所以你要做九個按鈕 你要用六條線 你做十六個按鈕 就要用八條線 也就是直的四條 橫的四條 你會發現你的鍵盤 如果你按鈕做越多的話 你要做二十五個按鈕 你就必須用上十條線 因為直的五個 橫的五個 這樣子 那你會覺得說 這個是很基本 誰說過都知道 你的鍵盤數 你的按鈕數越多 你要耗的掃描線要越多 然後我一直覺得 我已經對這個很了弱指掌了 可是發現這次看到別人的文章 有個人就 他只用一條掃描線 就可以做二十五個按鈕 我想說怎麼可能 我自己去看 就發現他真的可以做出來 那你想說這個做出來的錯誤率很高 他還真的用統計數據證明 你就算按了結果 正確性還是非常高 所以我對被這種新的特別設計也是算很折服 所以偶爾你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很厲害的訣竅 還是要學起來 就用一條線可以做出二十五個按鈕 你二十五個按鈕做穿的是直五條 橫五條 至少十條線 才做得到 可是如果你的金面接角不夠多的時候 他用一條就可以解決了 好 那還有一些是一些沒沒的尷尬 其實電子電接的東西聽起來好像很有章法 很產業性 其實很多東西樹上沒有講 是偶爾你才會去了解的 我舉幾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BCC 一個晶片上有很多接角 因為BCC就是供應他電源的那個五幅 三點五幅的電力 可是你會發現 為什麼一個晶片當中 不是一個接地一個接火就好了嗎 為什麼今天有三條接地四條接火 五條接地四條接火 就變很多這個線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後來才知道說 為什麼要剩下這麼多的接地線跟接火線 因為有時候雜訊很多的時候 他會在兩個高頻的雜訊中間買一條接地 去做一些信號隔離 那有些火線他為什麼會蒸很多 因為有些地方他的電力需要比較多 如果你的火線拉遠的話 根本來緩不積極 所以他在附近在供應那個火線 所以我後來發現 不是火線地線割移就可以 有時候布在那邊是不得不做 一定要這樣做 然後所以密友大家知道嗎 其實我以前念書的時候從來沒有讀過 密友實際上是千分之一寸的意思 然後可是你在看那些晶片的那些資料 Datashure的時候 他才會講說500密友 或是250密友 你根本不曉得是什麼 後來才知道他就是千分之一寸 他是在量晶片的那個尺寸 那這個就稍微偏 但實際上我是要讓大家去體驗同一個意思 大家在用Word的時候 他是不是寫什麼 這個字體12pt24pt 那個pt是什麼 那個pt說出來的 他的英文是point是點 然後說那12點14點是什麼 大家還知道14點比12點大 但是重點來了 重點是他是72點等於1英寸 所以你去算的時候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是12pt的字 實際上是12除以712 我是1寸的多少比例 我就是可以實際求出真正物理的尺寸的 那這些東西 平常他不會跟你講你已經用了 但是漸漸漸漸 你就會玩出那個 各種他有很多的know how 好 最後我再分享一兩個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只是純學習的 理論上的 可能你在實作的時候 還是會碰到一些挑戰跟一些困難 那我這邊也講幾個我碰到的 第一個啊 大家不要認為你的電子零件不太容易壞 實際電子零件很容易壞 而且這還是一個重點為什麼 因為大家已經習慣買手機買筆電 因為他是很高度嚴謹要求的一些消費性產品 他大量量產品還會壞的機率不大 可是這一些你去電量行買的這些零件 這些電阻啊 這些電桿不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 我們不是主力消費客戶 所以他是什麼樣的來源我們不清楚 所以他東西壞的故障率我覺得是滿高的 那以前在做的時候覺得說 這個東西應該不會壞 應該是我自己的問題 我界線有問題 或我軟體有問題 可是有時候你不用管那麼多 你就是壞零件就對了 我以前是因為很窮學生 是不太相信某些昂貴的零件會壞掉 偏偏就壞掉 所以就傷心很久 但是現在應該不重要 現在你就是盡可能覺得不妥 你就一個人換就對了 然後雲端也是一樣 其實我前陣子在上一堂課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講說我們接下來要連雲端 大家先去這個雲端申請個帳號密碼 申請個帳密 然後發現下午做的時候 所有人都連不通 我就覺得說一定我的教學有問題 結果發現不是我回去兩三天後再試 一模一樣可以通 結果發現是他那個機房反應太慢 你中午申請帳號密碼 下午沒有立刻開通 就我以為說立刻申請立刻開通 所以有時候不是電子零件 有時候是電子零件問題 有時候也是雲端問題 所以你們心裡頭就不要太過患得患失 不見得問題在我們自己身上 因為可能是靠在別人身上 通常拿到一些奇怪零件 或是那些機房管的人有點兩框之類的 好 再來其實我也 因為大家都會做一些 去買一些零件回來用 可能都是去店面 那光耀山行大概那幾家都非常大 比如說我也不要講名字了 但是我漸漸發現那些實體店面的電料行 已經有點在落伍的趨勢 我反而就網路的電料行 開始漸漸興起 就網路上已經把ESB866 賣得如火如荼了 結果你去這瓜上三大電料行 實際去找三家一家都沒有賣 然後覺得你們在搞什麼鬼 反正他覺得我生意好 我每天這樣子做就可以了 他們並沒有很快去吸收新的 然後去賣新的 我覺得網路上電料行漸漸會起來 可是所以有時候你已經 不一定要這麼靠實體電料行 然後工具好外也是有差 我最近有敢想 因為最近剛好有一個課程是上那個 自己去手裝手漢那個 表面黏著的那個晶片 跟那個零件去做出一片電路板 然後我發現18個學員過去啊 大概幾乎都失敗 只有兩三個成功 然後我發現為什麼那兩三個會成功 一個大概一直死抓著老師 就是叫他怎麼弄 所以那個一定成功 另外一個會成功的原因是 他已經有備而來 他已經準備好鑷子 準備好放大鏡 放大鏡 但其他人沒有準備 結果他的成功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 但是這裡 就是老生常談就是 功於善其次必先利其次 但是我自己實際看就真的有這個體驗 大概還有一個 大家做一做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照做做不出來 那我自己有一個小心得到可以跟各位講 像我以前有在做一個LCD文字型的 16x2的 就可以顯示1234ABCD這個 那我以前很快就做成功了 那後來也是在做的時候發現 欸怎麼沒辦法顯示 然後換了另外一個商區也是一樣 然後我一直覺得說電路沒有問題 那我大概debug大概debug三天 那斷斷續續 因為我還有其他事情要做 所以那三天都悶悶不樂 後來發現什麼 我是把韓式呼一個RS0跟RS1寫出一個字母 結果三天通通不能動 但是後來把那個0改成1之後就可以動了 所以你有時候debug 因為Maker用的除錯工具沒有那麼專業 所以就變成說 大家花比較長的時間去做這個除錯 然後我還有一次是幫一個那個同學的妹妹 他也是念電子電機 可是他專題要過才能畢業 那他那時候是做一個語音留言器 就是你到你家按門鈴 發現你家沒有人的時候 他可以按一個錄音 就是說我曾經來過你不在家 這樣子 做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我那時候就幫他做這個東西 那裡頭就用一個語音來吸 那我也把他的資料K了一遍 就照做啊 要錄就是這樣錄 要放就這樣放 可是做不出來 我後來看的老半天已經第四周第五周了 我還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一個那個接腳啊 先拉高再放低啊 錄跟放就通通OK了 可是原本的那個原文指標 是寫都沒有寫這件事情 就要少一段描述 就變我很多事情會搞砸 隨便有時候 實際上也不是你的問題 是那個描述上就是有問題 好以上就是我跟各位的一些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如果我們也可以請說 請問一下就是 學這些東西 一估到差不多 是怎麼夠 那些skill都可以讓一些 都學完是嗎 對 其實我大概覺得 好我們看前面這些圖好了 我大概覺得你 如果都用下班時間學的話 半年你可以把Arduino全部學完 這個我是比較寬鬆去顧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要學Ressalipide的話 因為Ressalipide他有太多東西可以玩 那個花一年時間 大概也可以全放一遍 這樣子 好 那有什麼情形 平安西大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也可以再E-mail給我們 謝謝